这个就是阿尔兰的利费河 利费河畔 对面呢 现在是阿尔兰海军的军舰 让大家看一下 街上已经没什么人了 大家好 今天是3月21日 我在阿尔兰都柏林 向您汇报 阿尔兰新冠肺炎疫情的情况 今天阿尔兰新增确诊病例 102例 累计确诊病例 785例 死亡还是3例 今天呢 亚洲超市宣布了 他们有一个员工被感染了 今天呢 阿尔兰的政府 给在家工作的人员 提供一个税务的减免 你可以申请 这样呢 来抵消一部分在家工作 支出的电费 还有群岚的费用 有海军和陆军的船 现在开进都柏林了 大家有传闻 说这个封锁这个国家 但是并不是 就是病毒的检测中心 然后阿尔兰的移民局 停止工作到5月20号 所有需要申请签证的 自动延期 然后在5月20号以后 进行办理 今天呢 我去拍了一下 这个 部队的情况 然后一会儿给大家放一下 谢谢大家收看 这军舰已经在这儿了 拍摄这段视频的时候 我也觉得这个海军是进来城里头 进行孝劲的 这边的陆军 他们正在搭建这个检测中心 这是整体的这个情况 军舰呢 和这个检测中心 这个海军的雨